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节目 我是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就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郑老师 Amy好 大家好 郑老师好 大家都说股市老师叫股市名嘴 但是我给你个称号 你叫股市神嘴 为什么说股市神嘴 等一下我们节目中 我们就一一来验证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请老师来分析一下 今天大盘还不错 盘中刚刚最多涨166 目前录音的时间12点51分 有压下来其实涨七十几点 因为前几天的拉回 上涨比较多人套牢了 所以谈上来有一些卖压 我想这都合情合理 那主要是在于就是说美股在今天凌晨的收盘 四大指数都拉尾盘 那反映的是什么 其实反映的就是昨天公布最新的美国二月份的CPI的指数是6% 这样的算并不多 但是持续往一个下降的方向前进 然后市场也开始在讨论说 这个因为这次那个矽谷银行跟另外两家美国的区域银行倒闭 然后联总会就可能有可能在三月份暂停升息 那昨天我们怎么讲 我说这个系务银行其实跟台股其实真的没有关系 台湾其实曝显的幅度非常有限 那真的有影响是美国那些新创公司 跟大陆的创投公司 那就算真的引起小幅度的美国的资金 这个区域银行的资金的紧张的话 其实跟台股影响都不大 那昨天雅股是有点落后反应 但是终究会过去 因为它不是一个大事件 但是这是一个小事件 却让美国联总会有可能暂停升息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为什么这些区域银行会有倒闭的现象 就是因为资金的周转出现了 这个转不过来的现象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 其实就是因为联总会升息升太多 造成这一些银行 可能在存款放款中间就是产生落差 那钱进不来资金转不过来 就变成短时间可能就有一个倒闭的危机 所以面对这样的危机 联总会就很伤脑筋 那我要压制通膨 我又想继续升息 我继续升息之后 万一更多银行倒闭 那我不是只是倒大煤吗 所以他也不敢跟你说 后面我就不升了 但是三月份可能暂停升息的几率 就整个拉上来 所以之前原本市场预期都会升一码 后来鲍尔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曾经讲话就说可能不止一码 那时候股市就先跌下来 那时放银 后来又怎么有地方银行倒闭之后 可能变成不升了 所以就说一个风险可控的小利空 迎来一个对股市真正的 比较大的利多 就是如果暂停升息的话 市场其实在这两天 都有在讨论说 那是不是第四季甚至要降息 因为这个我就说 升息它会有一个低延的效应 那去年猛升很多 那你虽然说看到现在的CPI年增率 是从好像9% 8% 6% 这样的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他先前有一个官员 联统会官员就有说 可能下季之后 那个低延效应就会展现 那通盟下降的速度会更快 所以这会有一个低延的效应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现在还升得很用力的话 那后面再低延下去 那就不是只是通盟打下去 连经济都会打下去 所以呢第四季是不是可以降息 我认为其实是有机会的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就讲一个结论 美国的这个银行倒闭的问题是小事 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 但是如果说真的可以暂停升息的话 对股市就是假粉 所以美股开始做一个反弹 当然我也不预计要涨哪边去 就是开始回归稳定 那台股其实也就还在一个区间整理的 一个格局里面 所以到时候就是各股又再度各自发挥 所以因为资金 比如说昨天我也说 这两天有代操的经营人 被上面要求要停损股票 所以卖了一些股票 那卖掉停损 卖股票的通常都会停权一个礼拜 那你就想说我礼拜一礼拜卖掉 如果停权一个礼拜 下礼拜二礼拜三回来买股票 对 你以为他会买什么 其实会涨的就还是那一些很有数字的 财报很好的 营收很好的 接单很好的 或者是这个题材很好的股票 他们会头都买还是那一些 所以我记得昨天我们还在聊 就是说哇再来美国3月16号有AI大会 对 下礼拜还有一个NVIDIA的大会 那会聊的其实会吵的 都是AI的相关最新的技术 最新的应用 或者最新的软体 最新的硬体 对 到时候市场会讨论的都是这一些 就昨天我们录音的时候还没收盘 就尾盘的时候 我看那个什么创意世心一路往下杀 我想说你们这些人今天不卖 好像觉得就是世界末日要来了 那会亏大钱吗 怎么杀成这个样子 就今天创意又涨停了 是 所以就说 昨天在杀那些股票的时候 好像看到了你不得不卖的利空 可是其实我没有看到利空 我只看到利多 所以那个就是说有时候市场 就是说那个气氛比较紧张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追高杀低的 那个动作很多 是 造成市场波动很大 但是如果你理性看一点 就是说 其实AI就是一个往上的趋势 非常明确 对 那创意昨天杀尾盘 是 那今天又可以拉到涨停板 又过了昨天的高点 对 所以不觉得你昨天杀股票很冤枉 那因为题材就在后面 还好昨天老师有提醒大家 所以我说你是神嘴 所以我就说 你去利用这些强势股往下杀的过程去买 你真的很容易就会赚钱 是 那你要做长做短 就看个人的判断需求 对 但是我就提醒大家就是说 316美国AI大会 那下礼拜有NVIDIA大会 市场题材一定都在这边 好 所以呢 高价的比如说创意四星 或者金星科 对 昨天杀尾盘的今天又涨上来 对 N31也涨上来 是 市场主流其实离不开这些股票 你会发现就是说 怎么晃怎么震 每次跌完会涨的还是这些股票 那比较难的还是在于 就是说股价波动很大 对 所以你要怎么操作才是重点 所以其实老生常谈 强势股你就拉回买 你不要看今天创意涨停满去追 是 就今天涨停满是1165 对 现在录音的时间12点58分 已经回到1115 是 所以这可能你今天一追涨停满 一套就50块钱 50块不是小数目 对啊 高价股的涨跌的那个数字都蛮 但是如果说你趁着昨天尾盘杀去买 对 你今天早上你开心的 大赚出轻嘛 是 如果你做的很短的话 对 那当然高价股就是说 这个世新创意 还有金晶科这些都很贵 那我就说 那比较低价位就是2388的威胜 是 那 昨天也跟着沙尾盘 那今天盘中也是大涨 大概有4% 现在大概涨3%左右 哇 那今天一涨又涨到快要到50线左右 其实我认为这种强势股 站回50线之上就是要往上攻 那你买不起1000块的九十几块总可以买得起嘛 是 那2月份的营收威胜大增32% 那这一波它的新订单新的投片 因为IC设计 对 都是要先接单 然后再跟这个金源代工台电或者联电这些公司做投片 是 投片通常会有大概短则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长则三个月的一个量产的时间 那之后就会产出 产出交货之后营收就往上跳 是 所以呢 IC设计通常就说 听说投片增加的时候就会先涨一段 后面交货营收拉昂就会再涨一段 那威胜呢 新的投片预计在三月份开始交货 所以三月份营收会更好 四月份可能就要挑战历史的新高 是 所以后面营收一路往上 也难怪上礼拜可以冲到9697 那这两天的拉回其实幅度也有限嘛 是 你说从9697拉回到88块多 幅度其实也并不大 对 那稍微谈上来就谈到92块也收复一半的一个跌幅 那明后天如果市场再好一点 这种强势股再往上 很快就要挑战新高 好 那他今年估计要赚4到5块钱的话 本益比应该是IP股里面最低的其中一两档 是 那所以我就说股价空间最大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市新跟创业的本益比都三四十倍了 那金星科或者力旺本益比大概都有到80倍 80倍 那所以IP股本益比如果三四十起跳到80倍 他的本益比大概只有大概20倍左右的话 那比较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大 对 那强势股就说站回50线之上可能就是准备要再攻击一次 所以这种AI的题材 应该下半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应该都会相当热闹 好老师说的是2388的威胜 威胜 其实创意四星 金星科M31真的都不错 就是整个IP股都是犯这个AI的族群 是 要涨都有机会 好 那你有本事买中高价股的很高价的 那你就去选择那些高价的 那比较低价的威胜部分 我认为很有机会 就看自己的资金怎么来操作 就看大家的资金的规划 那卫生就是大小资金都能买 那电动车我人最看好充电桩这一组 因为未来增设充电桩的空间是相当相当大 所以你就想说未来的世界是 现在路边你要去找地方加油 未来是要找地方充电 那可能加大乎未来会增设充电桩之外 那公共的充电桩充电站 未来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成长空间非常的大 那电动车里面的族群不只充电桩 充电桩的股票最近最强就是飞鸿跟连鱼 那其他电动车的 比如说有做铝美合金的机壳的是 这个华福这一波也涨到70块钱 那做电池的外壳的精确 也涨到60块钱 那连鱼呢这波最高是58 飞鸿最高是超过60块 那连鱼呢这两天拉回 礼拜一还一度跌停板 那今天呢最高又涨回到大概54块7 礼拜一的跌停是49.9 所以等于是又涨了快要几乎10%上来 那其中呢 我说我们从数字来比 华福二月你说创新高相当不错 去年赚1.83 那涨到70块 二月是获利0.35 所以呢本益比呢 大概是接近20倍左右 如果说以今年的获利 那去年获利的话本益比大概就40倍 那飞鸿去年是赚0.19 股价涨到60 是 连鱼呢去年赚2.98 那股价目前这50块出头 那金穴去年大概小亏 那股价也是有60块钱左右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车用的股票 连鱼这个获利最高 对 股价最低 答案出来了 我最喜欢这种表情 就是说你的获利相当的不错 而且二月的营收几乎也平了新高 看起来三月份也是往上趋势 下半年整个电动庄的这个业绩的爆发力 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 获利已经最高 股价就最低 本来就有空间了嘛 后面又持续成长 那相关车用股的本益比 都三四十倍都有了 那他连20倍都不到 所以呢 这个连鱼是相当低估 所以这种股票后面就还有蛮大的空间 好 所以就是说包含AI的部分 电动庄的部分 是我们相当看法的标的 是 然后 我昨天我有提到 就是说台电其实在这两天的利空 他没有什么跌到 几乎就是横着走 对 所以也就是说台电当他非常稳的时候呢 你也不用预期说台股有多大的往下的空间 这是就大盘来说 是 台电稳 跟他最相关的IP股 他股价就不会落 所以今天你看IP股也很快的 就是昨天尾盘 沙尾盘今天统统都大涨回去 全部翻红 对 然后台电呢也将要持续扩大 三奈米四奈米的先进制程的一个产量 扩大量产 是 所以这些三奈米四奈米也将扩大来做一个拉货 供应链的供应链都会动起来 所以什么光照合比如说3680的加登 今天盘中大涨到334块半 那这个价位是创了波段的新高 所以你去想就是说过去这两天一堆股票杀翻天 但是加登是逆势创新高 台电也没有跌嘛 所以供应链都相似 所以其实这都是相关的 然后呢 其他的做台积电相关的材料供应商 比如说4CC0的上品 那今天股价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那这一波也跌了不少 所以看起来反弹空就不小 那4768的做特殊气体的供应商 金城科 金城科技 今天股价也一度大涨8到9% 这也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所以这些股票都有机会 然后我们提到蛮多天的 3289的宜特也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前面呢是涨停板 创新高到1.5元 再拉回整理3天 今天一局反弹又反弹了大概4%左右 那今天呢股价也回到50线之上 那这是最上面一条均线 所以股价等于是回到所有的均线之上 成为一个多头排列 那上礼拜的涨停板创新高 是现行上的突破 拉回3天因为刚好大盘也不好 拉回的时候搭配量缩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那结束3天整理 股价仗50线之上 看起来后面又准备要挑战新高 那2月0收是小小的掉 0.778几乎是持平了 3月份营收估计会加速创高 那最主要还是在于台积电的 3奈米的一些相关的材料的验证测试 那因为难度相当高 所以就说台湾目前大概就是只有 宜特跟宏康3587宏康两家公司 可以承接台积电的相关的订单 有技术有机台有产能 那所以这两家公司后面业绩都会相当不错 就老师刚刚讲的这几只啊 3289宜特是最亲民的股价 对就是我经常帮他挑 相对就是股价比较低估的 因为宏康去年大概就赚八九块 股价也是一百八一百九 那宜特今年我们算一算 大概也超过九块 但是股价只有九十块 所以呢很明显的你要选哪一档 就是说如果说去年宏康赚八九块 股价就可以有一百八一百九 对那我未来宜特今年也可以赚八九块的话 那是不是未来他也可以到一百八一百九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是基本上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所以合理上来说本应该要差不多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素质的概念 那我们跟他聊这些投资标的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还是数字 所以我就说我们坚持买的都是金贫股 那金贫股定义是什么 你要最好的毛利率 你要最好的营益率 你要最好的EPS 或者是你现在EPS不好没关系 但是你后面展望很好 所以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性 或者是说你在一个领域里面 你会有一个非常高的市占率 比如说宜特洪康他们就是 他们可以分时台积电三奈米的验证测试的 这一块的这个订单 几乎都是他们的唯二的两家公司 或者刚提到金整科在台湾的特殊气体的供应 几乎是寡占的 所以就是说金贫股它有很多的条件 你要很强的数字 毛利率引益率 市占率 EPS或者是那种性 所以这一条件都符合的时候 前两天在整理的时候 其实比如说礼拜一的联宇叠定版 我就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你把数字拿出来看 营收创新高 去年全年赚的快要接近三块钱 你跟他同类的股票 获利烂得要死的股价六七十的都有 那他获利这么好 他只是还没有涨到他合理的价位 所以那是一个上涨的过程 对我记得老师还说 这一天跌停就是让你减的 给你上车的 对所以你去买在那个跌停版的那一天 当然不会每个人那么厉害买到跌停版 比如说49.9 那不太厉害嘛 我想未来会跟大家提更多类似的例子 那像之前买的耀胜 先进光分别赚五成三成嘛 对 那业绩也都维持强势成长嘛 耀胜营收创新高 是 先进光月征的20%的营收 后面都是一个成长趋势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都会是持续关注的好标底 是 那当然我说 再来行情就是一个标股接力赛的模式 前面如此 对 不会因为这三天的回档 后面就改变趋势的方向 市场稳定之后 当大家越来越正视说 如果联储会真的降低升息的幅度 或者暂停升息的话 我告诉你这些中小型股票的强势股 标的速度会更凶更快 所以它就是一个标股接力赛的一个模式 所以今天我们也全新买进一档 标股接力赛的新的标的 那前两天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因为反正行情不好 我们就先hold住 那做一些持股的低档的一个加码就好了 今天就有新标股进场做一个买进跟卡位 所以要赶快跟向节奏 那这档股票呢 元月份跟二月份就是营收的最低点 那三月份起会出货Wi-Fi7 Wi-Fi7的新的规格 三月就是现在 对新的产品 那会先出美系的客户 然后五六月再出台系的大厂的订单 营收会从三月份开始往上跳 脱离谷底一路往上跳 而且下半年业绩的高点 会比之前营收的高点高出超过150%以上 那今年会是爆发式成长的一年 而且谷底刚过 股价才刚要飞天 这就是起涨点了 是不是老师 起涨的讯号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涨的卡位时机 所以在这边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持股调整好 来加入我们标股接力赛的行列 好 老师怎么加入呢 一样就是说你有很多持股的问题 你来电或者在我们的网路上留言 通关密語52168 我会先帮你做持股的见解 太弱换墙 可以留的你留着 不够墙的我们来把它换到标股接力赛的新的标的 那让后面持股转到标股 创造最佳的迹象 好 谢谢老师 赶快跟上这个节奏 想要加入标股接力赛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郑二宗郑老师 谢谢米达 拜拜 投资人注意 你手上的持股有健康吗 是一直躺在那里不动 还是都不会涨呢 赶快让股市达人 郑二宗郑老师 好好帮你解释一下 你手上的持股 做最佳的健检 然后来参加标股接力赛 标股会一档接着一档 接下来这一支三月就要出货 营收将会一路向上 非常有成长力道的这支标股 郑老师已经锁定好了 准备要坐在起掌点 现在只要拿起电话 直接拨打 022362-8000 告诉我通关密语 52168 你就可以先把自己手上的持股 好好的做健检 太旧换新 太弱换强 然后赶快跟上标股接力赛的活动 现在就是起掌点 赶快来把握 让老师带你先站再说咯 拿起电话拨 022362-8000 我要一路发 52168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